变形器材质 那在了解我们的变形器材质之前呢 我们先说一下什么是变形器 在我们实际制作当中呢 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希望从一个模型 变成另外一个模型 比如说在实际制作当中 这种角色的表情动画 我们想做出一个张嘴的动画 我们要把我们的人头进行复制 复制完之后呢 做出我们的张嘴的造型 然后呢我们通过我们的 在修改器里边当中的变形器修改器 对在这儿叫变形器修改器 然后呢产生两个模型的这种变化 在进行模型变化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 就是我们的点面数必须相同 也就是说它是从A对象变成B对象 那在这个场景当中呢 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模型 那这个呢是一个斑马的模型 是一个工艺品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了 除了呢我们有斑马的模型之外 而且还有非常好的这种纹理效果 并且有这种凹凸的效果 而且呢大家知道这上面是有高光的 那另外一个呢通过一些FFD 胡乱的撑了一些个点 然后呢让我们造型产生一个这样的效果 并且给它一个这种灰泥材质 感觉呢就好像像是一块石头一样 那么在进行这个案例制作的时候呢 我们就希望我们这个模型逐渐逐渐从这样一个很烂的模型逐渐逐渐变成我们这种斑马的模型 并且材质也发生变化 在变形过程当中 材质同时同样也会变成这样的这种条纹材质 好OK 那我们先来看一眼 点准它之后呢 大家注意到了 它为它呢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呢 它叫做石头 给它起个名字 比如它叫石头 而这边呢 那我们也给它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叫工艺品 工艺品 OK 那这个是两个材质桥 一个是石头 一个叫工艺品 然后呢 点击材质编辑器 我们在材质编辑器当中也进行一下设置 我们在这地方来 我们把这个材质也叫名石头 然后呢 在这个边呢 也叫做工艺品 起名字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因为 如果前期我们不起名字的话 后期我们在分的时候就很难分清楚了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先让我们的模型产生变化 点击这个模型 使用在修改器里面当中去找到我们的变形器 关于变形器的具体使用方法 大家可以参照一下修改器章节 我们在这地方来就直接使用了 从空的这个地方 击鼠标的右键 然后从场面当中拾取 拾取它一下 然后拾取我们要变形的目标对象 点它一下 那这时候呢 大家注意到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这种 绿色的 然后后边有一个百分比值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 产生这种动画效果 当然我们可以为它做动画 打个动画就是针 第一开始为0针 最后为100 变为100 那这样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已经产生了一个 斑马的变形动画了 可是呢 虽说斑马的变形动画已经产生了 但是呢 无论是从第0针进行渲染 我们对它进行渲染 还是呢 倒进到最后一针进行渲染 你会发现呢 整个的过渡效果的时候 它都是以这种 实材这种效果来显示的 我们希望它在进行变形的过程当中 逐渐逐渐变形 就逐渐逐渐产生这种 细致的这种磁质质感 这是怎么办呢 我们就需要使用到这个材质类型当中的变形器材质 这里在这叫变形器材质 我们双击它一下 这地方呢 无论你选择哪个都可以 无论你选择丢弃也好 或者将旧材质经保留也好 都可以 点下确定 这时候大家先观察一下这个变形器材质 变形器材质当中呢 大家注意到了 首先呢 我们先要拾取我们的修改器连接 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注意 从这地方来 必须要把这个修改器先拾取一下 我们选择变形的对象 点它一下 这时候呢 如果这对象当中有我们的变形修改器 它就会让我们进行绑定 我们点下绑定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们就形成刷新了 这边的对象和这边对象 大家可以看到名字自己就变更过来了 下面呢 我们再做一下这个关于材质的处理 注意这个呢是工艺品材质 是我们要变形材质 这个呢是我们的基础材质 基础材质是什么 基础材质是石的 我们让基础材质变成石的 选择实例 大家可以看到 石头是基础材质 然后这个呢是工艺品材质 然后呢我们对它进行渲染 好现在是这样 然后呢我们对它进行拖拽 大家可以看到了 效果产生了 但这个工艺品 大家注意到 这个工艺品材质并没有发生变化 再把它也实例复制一下 实例 好我们再来看一眼 先看材质的变化 好请调整 实材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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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A材质变成B材质 在这里面 我并没有为它适的动画 而是完全通过 我们刚才变形器当中的这个 变形值进行控制 好这时候我们在进行渲染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效果并没有什么影响 大家可以看到 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这地方呢 一定要提醒读者注意一下 我们调整完变形材质之后 必须要将这个材质 指定给这个物体 也就是说它再也不是 我们刚刚用的石头材质 而是我们编辑材质 好我们再进行渲染 注意 零帧的时候是这样 50帧的时候 我们看一眼 可以看到 它现在是由一半 石材和一半这个纹理组成的 当我们到100帧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效果呢 就能变成这样的效果 当然呢 我们在实际制作的时候 那我们的目标对象 其实是被隐藏起来的 最终我们得到的效果 就是一个对象 从D开始 一个很破烂的一个石头 并且模型也很不准确 然后呢 石材的效果 然后逐渐逐渐 随着我们的时间拖拽 逐渐逐渐 它变成了我们的 模型细致 然后并且这种 贴图也正确的这种 斑马这种材质效果 OK 那这个呢 就是变形器材质的 一个使用方法 OK 那这个视频呢 我们就录制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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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